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ABC News的最新民调显示 那民调显示画面上你可以看到 其实他们的差距很小 但是在贺锦丽也说的那一天拉开的差距 47.2和43.2 差距拉开来到了3.6% 不过有另外一份民调也带你来看 这是拉斯穆森报导民调 画面上你可以看到 川普是49% 贺锦丽46% 换句来就是说川普还是领先3%的 这是唯一川普领先的民调 但你不要小看这份民调 因为这份民调是在2016年 大家都不看好川普的时候 最准的民调 我承认您的选择 为美国的总统 民主党全代会终于迎来最高潮 贺锦丽身穿全黑西装 在热烈欢呼中正式接受提名 中级是我从而来的 谈及自己成长历程和母亲的故事 启发他成为检察官 同时也承诺会创造集会经济 一场演说紧扣施政理念和未来愿景 其中贺锦丽还在演说中 点名痛批独裁者 我将不再拼准贵人和贵人 像金正恩 他们在拼准为川普 除了披荆政恩是暴君 贺锦丽也不忘点名对手川普 川普是不正确的 但这种反省 但这种反省 贺锦丽直言川普只想拥有权力 要人民迭再让川普带美国走回头路 而被点名的川普也紧盯整场演说 疯狂发文反击 重逢贺锦丽只会抱怨却没采取行动 川河口水战成为一大看点 但大家最关心的还有这号人物 还有其他人物 我曾经说过川普是他们的客人 原本传出要在全代会 最后一晚登台演出的 美国流行音乐天后 碧昂斯没有现身 碧昂斯的公关表示没有登台计划 也让双女王同框画面 确定破变 非常非常能够的声音 你必须回到2008年 我认为川普带美国的声音 尽管没有天后助阵 但CNN也点拼整场演说激励人心 大赞贺锦丽表现 和欧巴马当年不相上下 和锦丽能否保持高人气 写下美国历史成为首位女总统 很快就能见分晓 2024年的最新数据显示 全球总共有 画面上你可以看到 12121有12121枚的核弹 这其中俄罗斯有5580枚 美国5044枚 中国500枚 你不要以为中国500枚很少 好像只有俄罗斯和美国的十分之一 但是要留意的是 到2035年中国会来到1500枚 这样情况之下 美国决定要重新调整 他们的核武战略计划 同时和日本进行 70年来最大的军事安保升级 因为依照美日台的战略模拟推断 目前中国如果武力犯台的话 依然没有办法获胜 但问题是过去10年来 中国的军事开支增加了6成 美国只增加2.7% 日本增加了18% 而台湾增加14% 美日担心北京很有可能会误判 而贸然侵略台湾 美日联手初级 7月28号美国海军陆战队 以及日本陆上自卫队 开始代号坚毅之龙的 离岛防卫实战训练 日本陆上自卫队派出负责 九州和冲绳警备防卫的西部地区总队 美军动员驻冲绳的海军陆战队 训练科目包含跨领域作战 和远征前进基地作战 大约1.2万人参加 属于日本国内规模最大的 美日联合演习 不只要加强实战训练 军队的组织也要全面升级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和国务卿布林肯抵达东京 7月28号协同日本防卫大臣 牧原任和外务大臣 上川杨子举办国防外交 2加2安全会谈 期间宣布重磅消息 美国升级日本驻军成立拥有部队指挥权的统合军司令部 作为对口单位 日本修法成立指挥陆海空自卫队的统合作战司令部 调整指挥与管制架构 这是一种第一步 这是我以为的 把美国和日本人进入一个位置 驻日美军规模多达五万五千人 不过原本的司令部全线只能管理基地 指挥调度军队还必须透过远在夏威夷的印太司令部 但是东京和夏威夷距离6500公里时差19个小时 万一发生紧急状况 下达军令恐怕鞭长莫及 因此赋予司令部更多自主性 打造一支新的美日联军 武器方面每日合作生产先进 中程空对空飞弹 以及爱国者三型防空飞弹 松绑出口规定之后 日本也签订了30亿日元的合约 根据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 首次把爱国者飞弹卖给美国 另外美日首次举行 核保护散延伸威慑的部长级会议 按照安保条约第五条 美国会用核武保障日本安全 强化美日同盟的威慑力 面对中国北韩和俄罗斯军事合作的影响 美日联合声明中特别指出 中国尝试以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 重塑国际秩序 形成印太区域最大的战略挑战 更强调台海和平稳定至关重要 作为美日同盟假想敌 中国当然吞不下这口气 反批美国日本在渲染中国威胁炒作地区的紧张局势 才是和平安全稳定的真正挑战 我们强烈敦促日美谨言慎行 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立即停止制造分裂对抗 立即停止挑动新冷战的起 中国又批评核威社会加剧核扩散与核冲突的风险 更呼吁美日放弃冷战思维 不过美国主导的印太新秩序已经逐渐成型 除了联手日本之外 美国继续深化印太伙伴关系 7月29号美日印澳在东京召开四方安全对话 虽然没有点名特定国家 但是四方对话声明 关切东海与南海的情势 反对以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 承诺加强印太地区海上安全 也被认为是剑指中国 美日印澳是美国非常倚重的一个小四边 在美国看来 这样可以在安全方面首先形成共同的叙事 针对美国眼中的战略竞争对手 要把对方描述为威胁 进而加强在军事安保等各方面的协调 进而支撑美国所谓的印太战略 四方对话提到关切争议岛礁 军事化和胁迫威吓性的军事演习 就是中非的南海冲突 中国建设人造岛礁派出海上民兵向菲律宾互步进逼 这里除了主权争议还有经济价值和战略位置 南海变成美中第一岛令攻防的兵家比争之地 另外一个冲突热点在东协双边会谈上挑起对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关切解放军封锁台湾的挑衅行为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则是态度强硬 声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王毅外长还在不同场合就台湾问题 南海问题阐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 强调台湾问题百分之百是中国内政 任何外部势力无权插手 辽国东协高峰会上美中再度言辞交锋 探测两国竞争 其实美国积极布局印太区域 找来日印澳等伙伴集结新的抗中联盟 明天军政府在2021年发动了政变 让整个国家陷入了经济困境 但意料之外的是 有一项黑金产业竟然蓬勃发展 那就是甲法和揭法产业 而这个产业重镇就在曼德勒南部的标备镇 当地有一句流行语说的是 在鸦片之后 人法带我们通往了最快的致富道路 秉庆宁神正经为座 剃掉无黑秀法 在缅甸 头发是女性的第二张脸孔 更是审美最重要标准之一 不少人选择将头发 捐给僧侣寺庙 不过除了奉献 头发也是缅甸人收入之一 超过25公分的女性头发 可以卖到11美元至150美元不等 相当于台币350元到4800元 对比缅甸当地每日最低工资 只有约2.7美元 不少人选择将头发留长 当作身材工具 当地人天生丽直 发质柔软滑顺 让缅甸成为全球重要 身法来源国 所谓身法就是指刚剪下来 还没加工过的头发 2020年数据显示 缅甸光是身法外销 金额就高达946万美元 超过台币3亿元 这些剪裁的毛衣 是然后购买到购书 主要是从中国 人们为西方市场 这些毛衣 可以卖到900至2000 USD per piece 黑金来袭拉抬缅甸国家经济 更兴旺当地孙庄 位在缅甸中部的标备镇 尼铁拉都是头发中正 其中标备镇又被称为头发之城 过去盛产洋葱辣椒 但受到气候变前影响 让农作物不易栽种 民众转而投入经济价值较高的头发产业 他们都是发购买家 每个地方都会来到我们 去卖给一些利益 所以我们收集成这样的 民众卖法换钱 整理剪下的头发也变成缅甸当地特有行业 只不过缅甸陷入内战 已经造成货物运输受阻 加上女性对美的观念改变 开始打扮 染头发 也让乌黑秀发变得罕见 价格越来越贵 Modern fashion trends and increased competition is making it harder to source long, virgin or chemically unaltered and undamaged strands 面对全球假法市场规模 即将在2030年突破120亿美元 相当于台币3800亿元 缅甸黑金力量能否持续发威 也成为东南亚经济发展一大焦点 今天透视大未来要告诉您的是 印度已经成为太空竞赛的新列强 因为印度的月船三号成为了全世界 第一个登陆月球南极的月球车 登陆月球南极为什么这么样的重要呢 因为月球水冰最多的地方就在南极 水冰除了可以将冰化成水 作为在月球的饮用水之外 还可以将水分解成氧气和氢气 提供呼吸和燃料 也就是说人类未来就可以在月球采矿 建立殖民地 甚至进一步支援火星任务 5 2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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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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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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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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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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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5 6 2 而VCROM-1火箭最核心的关键技术是在导航引擎以及前方放置卫星的抽载系统 官方释出的火力全开持续一分多钟的高温测试安全过关 3D炼翼引擎搭配降低火箭总重的碳纖纬外壳 只为了把仇载系统里这小小一颗卫星送上轨道 印度卯足全力投注资源 要在太空争霸站抢得先键 然而不同于美中俄几乎由国家主导太空产业 在印度政府高额预算支持着等同美国NASA的 印度太空研究组织ISRO 但同时开放民间新创公司蓬勃发展 像SKYROOT集合一群目标飞向宇宙的理工脑 创业之初就获得印度政府还有民间资金的资源 火箭梦真的发射深空 Gagarian mission means sending human beings into space that is going to happen in the next two years to two years they are in advance stage this year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they will be sending a robo and in fact they are sending a female robo and then they will take it forward and then send human beings 类人类骨骼样态的AI机器人能够独自操作界面 还有危机应对的重要任务 虽然套着人类皮肤跟外衣看似有些土物 但任务在身它可是印度最新女明星 还有粉丝专业介绍动态 看得出承载印度真人上太空的梦有多被重视 美俄中走了半世纪的太空路 印度在他们的经验之上 政府带头放开了座 短时间内能量大爆发 全民期待印度探测器着陆的月球南极点 师婆神之力将在美国之后 带领人类再度踏上月球土地 今天话题面对面 带你来关心的是 消失了三个礼拜的习近平有鬼吗 邀请到的是国际政治专家 董立文董老师 大家好 大家说习近平很少消失这么久 不 他其实 他历史上已经消失过两次了 就说在二零一二年他要上台前 那个时候他准备要接班 那个时候这个当时薄熙来再挑战他 他失踪了近两个月 后来还出现那是二零一二年 后来是二零二零年二十大的前夕 他要接班嘛 连任 然后当然就是党内有很多反对异计 他也失踪了一段时间 这一次失踪了三个礼拜 我觉得 所以算是第三次 第三次 然后应该又是碰到什么问题 因为根据 你说这个三中全会他开得太慢了太晚了 然后这就算了 开会的整个过程都没有公布任何的照片跟影片 开会的最后一天全部公布就对了 这个就是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三中全会被他开成了一个秘密会议 等过程这个很顺利开完他才敢公布 这个本身就很不正常 那当然再加上这个八月的八月初这个北戴河会议 据说网络上传了一个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叫做北戴河八条 是北戴河的八条共识就在这里 我大概看完以后 我认为这是假的 但是他讲的这八条 全部都是中国老百姓 或是中共党内的新生 好我们就念一条 观众朋友来判断 这是真的是假的 第一条说 习近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重大决策上 过于强调核心威权 错误严重 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上 都给党和国家带来灾难性影响 要做出深刻的检讨 有可能讲得这么直白吗 是啊 这个第一条就是重大罪状了 对不对 是啊 我把关键字 还写八条 我把关键字都讲出来 那八条关键字我都找出来 第一条你已经讲完了 重大灾难 第二条不要搞个人崇拜 第三条党政要分离 第四条不要支持俄国 第五条香港要自治 你要尊重台海要和平 然后这个第六条 拜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不要再搞斗争了 第七条请你选一个接班人 第八条要民主改革 要党内民主跟基层民主 这个是假的 不 应该是这么说 北戴河会议 一听就觉得一定是假的 这个会议不可能有这个结论 真有这个结论的话 习近平他一定被拿掉了 对不对 这是最大二级 可是这八条是中共党员的普遍新生 是中国老百姓的普遍新生 这个是真的 这个倒是真的 那我觉得更有趣的是这样子 就是说刚好也就是今天公布了这个 这个八月二十三号 就是这个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一百二十年 周年的那个诞辰纪念 你会赫然发现 就是说刚才那八条 看起来又不是空穴来风 就是说这个这个纪念这个邓小平的这个这个习近平的讲话六千多字里面 他本质上是他自己在检讨他自己 就是说他在拨乱反正他自己 为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过去十年习近平的执政 他是在贬义邓小平的 可是他是在宣传毛泽东的 他习近平脑袋里面所想的 他要重新走回毛泽东的老路线 重新用毛泽东的方法来应付这个所有的挑战跟困难 可是不对啊 十年被习近平也弄了十年了 然后现在突然高度的称赞这个这个邓小平 然后呢里面 譬如说我们最关心对台政策 对不对好里面有两段提到对台政策 他特别讲了这个这个邓小平是创造性的提出来 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声 而且两岸是要交流了 当然当然这个邓小平也有提到 不能放弃以武力作为手段嘛 所以这个很好啊 更重要的是 刚才有两个关键是 我贺兰在这个纪念 这个邓小平的文章里面看到了 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要推动党内民主基层民主 不就是这个八条共识 我刚刚讲的最后一条有出现 而且是过去他是习近平从来不讲的 习近平说党内要斗争 对不对 党内要服从我这个这个核心 对不对要什么两个确立 两个维护四个自信 我都能背了 你从没讲过搞党内民主啊 搞基层民主啊 可是这个这个这个纪念 习近平纪念的纪念邓小平的文章里面提出来 所以就代表说习近平他真的在党内 他应该有受到检讨 他现在已经在他的这个政策路线上 最修正了 有退去 这是退去 修正也可以了 退去 好 所以很多事情 就是说无风不起浪 是 没有那么严重八条 但是的确有很多事情在在发生了 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 所以失踪的三个礼拜 是有事情的 不是没事情 好 失踪的三个礼拜是有什么事呢 当然传言很多了 那么其中呢 我们觉得最有可能的是 是不是有政变的可能 因为我们看到他调动了 五大军区司令换了三个 有这个可能吗 他永远都在防防止这个政变兵变民变 防三变 这是永远的这个噩梦 是习近平永远的噩梦 那应该是这么看 就是说兵变我不知道有没有 但习近平很害怕 防兵变是有的 不见得有兵变 我不知道有没有 但习近平很害怕 他才会做的 又做这个动作 二零一二年习近平上任以后 到今天为止 根据Google的统计 这个危机的 这个百科的统计 不完全的统计 习近平已经整肃了 九十一个少将级以上 少将级以上的这种将军 两三百科星星已经对落了 那个叫有记录可查的 还有更多是失踪的 到现在没有公布怎么回事 可是人间蒸发 这个将军 那个上将 这个中将就是不见了 还有好几个 所以今年的八月一号 今年是二零二四年 八月一号 他的五大战区 就是五名猛将 最重要的大将军 调动了三个 有三个被换掉了 好 换掉了 刚好就是这个北中南 北部战区 中部战区 南部战区 对不对 就是五元大将 你没有给任何理由 他们被换的人年资都不到 他们这个上将 都是上将 他们上将 这个战区的司令 六十岁以上才能够格 可以做到六十五岁 被换掉的 最重要的是有两个人 一个六十二岁 一个六十三岁 而且他也才干两年三年 你就还没到戒林 就这个事又发生了 这两个人被换掉 两个人到现在下落不明 也没讲他去哪 一个叫 我记得一个叫王强 一个叫王秀斌 都是上将 好 那根据过去的经验 你如果这个失踪的话 你百分之八十 你是出事了 百分之八十 你正在被调查 或是人间蒸发 这是百分之八十 可是有百分之二十 你未来可能会突然 原来你是准备升官 也有这个案例 所以我看到大概 他们自己 中国大陆内部在猜 应该两个姓王的 王强这个人 可能升官的机会 王秀斌 现在可能已经 在已经被关起来了 这个事实证明了什么 就是说你怎么会整数军队 整了十二年 你到现在还在整 还在整这个是 这个叫大将军 大将军不能随便乱整 对不对 所以说 就这种事实都证明说 习近平他是真的很害怕 他的军队 他也真的把他的军队 看管得非常严格 山中全国还有另外一个 重要的事情 也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就是他那个新的国防部长 董军 怎么没有把他的那个 集职升高呢 对不对 像这个 这个中共的国防部长 远的不说了 改革开放以后 能够干国防部长 他至少 党内是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委员 然后至少军内 是军委副主席 这是惯例 后来习近平他上台以后 可能一开始他就对他的军队 已经不放心了 所以他身的国防部长 已经没有这两个身份了 不是政治局委员 下面中央委员下一级 所以他的部长很小 就只是部长 对 他就 习近平就把他降一级 矮化了 矮化 可是没想到轮到这个二零二十四年轮到董军 董军 又被更降 再下一级 我刚才讲了 至少他还是应该是习近平 本来应该还是这个国务院的委员 或者是军委会的 中央军委的委员 这两个委员身份一定要的 那个就是可以跟 譬如说国务院委员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副国级 他在开会 他在国务院里面开会的时候 他是跟国务院总理 他是坐在平级的 是坐在相等的位置 可是这次开会就尴尬了 这个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这边讲话 怎么国防部长是坐在台下的 他至少应该坐在台上旁边嘛 现在便要坐在台下了 他就被降级了 那很多的评论也认为说 他不只是 其实这个 因为国防部长本来就是个象征性 极高的一个职位 所以这个降级 不只是针对国防部长 是你整个中共解放军被降级了 就表示说你整个解放军的地位 在习近平的心目中 你就乖乖的 你就职位不要那么高 不要管那么多事情 不要有那么多这个意见 所以说看起来 二零二十四年 其实这个习近平连任进入迈路 堂堂迈入第二年 看起来不好过 我们都以为说他第三任了 成功连任了 他应该呼风唤雨嘛 看起来不是这个样子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事业面对面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